Vianne,你有沒有跑過馬拉松呢? 當然沒有,我哪有這麼長氣 不過說實話,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很多時候馬拉松的冠軍都是黑人 那倒是,聽說黑人的嘴唇比較闊大 加速水分蒸發,然後將吸入空氣變涼 跑得沒那麼辛苦,很適合跑長途 長途好手就有樣子看 其實長途馬都有特徵看 不如大家一齊聽聽練馬斯河良的講解 轉途馬多數是大隻一點,還有肌肉型一點 而長途馬就比較瀟傷一點 牠不是一隻很肌肉型的馬 比較收長一點,腳發型一點 而且牠比較平衡一點 所以牠在長途方面,牠在跑的時候 牠沒有那麼浪費力 所以在長途方面,牠應該是一些 牠的發型人物會比較修正 長途,你知道通常在頭段 牠們都是慢慢出閘之後 牠們都慢慢讓騎士控制 讓牠可以結束 把東西結束了之後 慢慢才慢慢加速 所以無論在型格上 操練上 脾氣上 兩個是一個很不同的世界 根本 長途馬一定是民靜一點 無論你拉出來 或者有騎士 坐上去 牠都不會說 一坐上去就 就好像運輸了 牠就是跑了跑了 長途馬比較是 比較平衡一點 無論在操練上 在賽事上 牠都在賽事之中 可以懂得去留力 你做了長途馬 一定是在慢功夫做多一點 或者是 游泳方面 你要做多一點 還有 在神操方面 最重要是令牠的馬 不可以太過性急 還有在薑口上 你要令牠的馬 是可以放鬆 即使我們叫做 將牠的薑口 比較靈活 也都令牠的馬 比較放鬆 懂得流力 變成在賽事之中 牠可以同樣做回 一樣的事情 不是一出雜 就拼命走 而浪費牠的力 這些長途要有一段時間 要慢慢 像開車一樣 二球三球 去到最後才全力衝刺 變成 每一個路程 牠都要很應該 聽到牠的騎士 在薑口上 叫牠做些什麼 怎麼做 亦都自己能夠 可以自己 留到力 留到最後那四百 才去衝刺 其實長途馬 如果牠有血統的話 牠根本牠的總是長途的話 牠的血緣帶下來 牠應該有一定的長途 但是 你都要在神操方面 慢慢教牠 然後在狀態方面 這個最主要 你怎麼提升牠的狀態 通常長途馬 都需要一些試襲 或者一些賽事 來慢慢提升牠的狀態 但是短途馬 就變成 有時候可以有些新鮮感 都會跑到 但是長途馬 就一定不行 你不要說 長途馬有些新鮮感去跑 這個是最大的分別 就是這樣 最重要就是 你要視乎那隻馬的狀態 而 將牠操練的形式 你怎麼編操牠操練的模式 如果狀態不好 當然要在操練上 要加緊些 加多些 或者試襲 如果狀態是夠的 或者有些馬 根本不需要操練太多 而它陣上都可以變得好 其實是因才師教 視乎那隻馬而定 至於短途馬 牠們跟短途跑手一樣 要具備爆炸力 除此之外 牠們還有什麼特徵 讓訓練短途馬的高手 列馬斯利爾達 跟大家講解一下 短途馬比較壯 類似人類 你跑100公尺的選手 和馬拉松 你會見到很明顯有分別 馬拉松會瘦很多 跑短途的 100公尺那些會比較大隻很多 基本上 我們看馬撞不撞 看後裝和前胸 例如後裝 你會見到撞闊 闊大很多 這是比較 前胸和頸 如果我們這樣看跑馬 很多人會有一個錯覺 速度很高的時候 可以跑短途 其實不一定 因為基本上馬 它不能由出閘到末段 都是衝得那麼厲害 它都是要回氣 有些短途馬 你會見到很高速度 例如走性那些 它一味靠擺在前面 快放 這是它天生的速度 但是 常歡笑這一種 它是跑短途 但是它是一種 很好的喘勁 這個喘勁就是說 你出閘 如果它跟得到 在中間位置的時候 它會不斷被爆炸力好 就是 跑短途 除了一個型格 要幫助之外 就是它有一個好的爆炸力 就是這種馬 它不會前觸很高 但是它的爆炸力 可以讓它很好 所以它可以贏到 這麼多場短途 所謂短途馬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它天生的 加上它自己後天的性格 那種組織 所以它所需要的是 少許新鮮感 還有爆炸力 但是它是天生的 所以它的體能足夠 它才夠 其實回頭 如果用容易理解的方法 就是跟人一樣的 就是你看到很多短跑短手 它除了練起步那一下之外 它還練很多肌肉的訓練 但是長跑的選手 它比較偏向 每天在一個長距離 去練習的器量 以及讓自己的肌肉 再用回 馬都是類似這樣 但是 剛才大家研究過 就是 長途短途都一個遺傳 那遺傳 因此已經在了 的時候 只不過我們去幫助 很難去籠統 去說短途馬就是這麼粗 這是一個籠統的說法 其實每一隻馬 它本身都會有分別 比如說 你有時會看到一些 低斑一點點的短途馬 其實它不太大隻 它本身就沒有什麼氣量 所以在那個情況下 你就要訓練它爆短途馬 你就要做回另一件事 它不是一隻很理費的短途馬 所以它不可能是高途馬 其實我們四五班都有很多短途馬 但是你看到它們 它們的型格上 已經是輸掉了一二班馬 加上它們的質度不高的時候 但是它本身有自己的速度 所以你在操練是另外幫它 是吧